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写着困难人士优先 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星球有信心 下面我来说我的观点 这个规定我真的是举起脚来支持 男士们 你陪个孩子要整个星球为你操心 你有什么脸反对 女士们 女士们 你搞不定的男人 星球帮你搞 整个星球帮你搞 你不用谢 支持就可以了 我跟你们说 这个规定妙在哪里 我觉得它妙在提出了一个均衡陪伴的概念 什么是均衡陪伴 首先是时间上 大家注意这个关键词 每周 这就是规定的人性化之处 为什么不是每天 因为考虑到你们男人日理万机 娱乐生活非常的丰富 给你们留一点弹性 为什么不是每个月 为了防止你们把陪孩子当成寒假作业 快开学了挑灯夜战 撑开孩子的眼皮说 来 爸爸这个月还是24个小时 别睡了 起来努力 我知道你很拼 但是孩子累 每周就特别科学 是不是 每周就特别科学 工作日不行 有周六 周六不行 还有周日 周日你还忙 全球你最忙 我就好奇 当初你是怎么针锋夺苗 把他生出来的呢 你都没时间陪孩子 还有时间陪老婆吗 你那么忙结婚甚至干嘛 搞行为艺术吗 第二点 均衡陪伴 爸妈都得陪 我跟你们说 有些爸爸真的是素质很差 不陪孩子就算了 最可恨的是 他不陪 你含辛茹苦 他经常跳出来打结 你问很多孩子喜欢爸 还是喜欢妈 他们的答案经常是爸 爸爸是完美的 为什么呢 因为距离产生美 开家长会 我儿子不要我去 要他爸去 说妈 你能不能化点妆 你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你看我爸就很帅 我想说你爸当然可以 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扮自己 他能不帅气吗 我要不是当初看脸 我也不能上这么大的道 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的儿子写作文说 我的妈妈很烦 戴个眼镜 整天忙 不知道忙啥 还喜欢逼我学习 我的爸爸就特别好 工作努力不回家 从来都不骂我 他都不回家 他怎么骂你 还有你们都知道 我跟别的妈不同 我喜欢搞一点黑暗教育 就是让他早点知道 人间不值得 活得更坚强 比如我就会问他 我说我跟你爸离婚 你跟谁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充满自信的 结果他说 你跟我爸不会离婚的 虽然你们感情一般 但是你找不到 比我爸更好的 凭什么 我觉得无良父亲 不劳而获 侵占妈妈的劳动果实 我早就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管管 这个规定就很不错呀 是不是 每周十二个小时 孩子喜欢你 我为你鼓掌 大家分享爱 孩子讨厌你 也让他知道 大人都是一样的 恨要共同分担 心理平衡了 家庭和谐了 是不是 小朋友得到了陪伴 中年妇女的心理 恢复了健康 消失的爸爸回家了 抱怨的妈妈快乐了 你为什么不支持呢 第三 我觉得每周十二小时 不仅是当爸的底线 也是做丈夫的底线 算下来 每天一个多小时 你的亲子时间 都不够一部 动画片的时长 你的夫妻关系 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大家都说 不要把孩子 当成婚姻的纽带呀 是啊 但是事实上就是啊 我整天都见不到你人 孩子不是纽带 什么是纽带 WiFi吗 一个男人 都做不了好爸爸 他怎么可能成为 一个好丈夫 女人总是问 你真的爱我吗 男人说 爱你爱你爱你哟 但是老子忙 叫他去死 我跟你说 根据姐的经验 已婚女人的爱是什么 就是男人的时间 波多你爸爸的称号怎么了 没有取消 你做人的称号就不错了 你还还价 还价 然后不好意思 下面我要善一点点情 因为之前呢 我上场的时候 我跟我儿子 讨论过这个变题 他站在反方嘛 真的气死我了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动情 也很打动我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 我不支持这个决定 是因为我不敢 我怕爸爸做不到 我就没有爸爸了 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 总要让别人理解 你做不到 你就不能做到一次嘛 孩子宁愿要一个挂名爸 都不想没有爸 你为什么不能稍微努努力 让他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爸 最后 最后我想说 让我们为了孩子健康勇敢 支持这个规定 谢谢大家 记得按钮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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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把正方的票数 干到了八十 真的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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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